此处的开米红台在台南很多地方都造成严重在今 其中麻豆地区并均荣是超过当初的百百风载 如意过国文 特别整合麻豆地区是策白水冠军 除了听出到民众的意见 也要求到水利宿 占对到丹北水到米头顶地区的水利设施加速办理 感觉未来大核发生的吸收大来随害 麻豆地区在这间的开米红台当中 民众的河流超过八百七十四河米 再也超过了八百风载的河流 加上赌到大楼也让当地出现了严重的灾情 就算有抽水基跟新设的白水斩也没办法顺利处理 对出也让当地民众相当的不满 地区的牧场头前在高 明明在提防这都溢出去了嘛 溢出去就算你这地区 你这没地水相反反应了 它也是由广云市那样的灌进来 所以你找到这里对消灭头有帮助 没有帮助嘛 正照理说你们要在水中亚白水 整个要叫冠军外边 整个要炸开 所以你们都在这里 你还在20万年 你们这样有效仁 没有效仁啦 为了改善饮水的问题 立委贵国文29号最后邀请水理室 总业排水也好 北市鸟排水也好 我们刚刚是确定整个分后面施工的顺序 那现在最优先最迫切的 一定要用地取得 你用地没有取得的话 你就不能先行施工 如果能够先行施工的话 民众就会比较安心 那事实上我们之前跟秋红 还有郡县委员所争取到的经费 主要的这一个工程的经费 都已经到位了 那后续的部分呢 非主要工程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陆续补证 那也希望水利署近期 赶快召开会议 来核定其他的相关预算 虽然市府持续提升水设施 但面对极端起来也是不够 对处理委贵国文 以来继续向中情绪经费 完成马岛地区的白水工程 减着未来饮水的災情发生 记者各位马岛地区采药博德